华为天天涨价 现在二手机价格行情如何 哈喽 我是小脸 自从这个鸿蒙哈 问世以来 华江北这个 不管是星际啊 还是二手的这个华为的价格啊 都是一路飙涨 那今天呢 咱就去市场哈 去看一看这种华为的高端旗舰系列 二手在市场都什么行情哈 一会咱们市场见 首先看两台这个荣耀的v40哈 一台是这个青色版的 一台是这个标配版的 两台机器的屏幕色差不一样哈 v40标配版的呢 使用的是1000加的处理剂 青色版的是800优两台机器哈 一台的是8加256的 一台是8加128的 这两台机器的市场二手价格哈 基本一样2500左右 华为妹的40不住8加256g的 现在这种机器都是要溢价的哈 这种二手 这种标准橙色的市场价格也要在6300左右哈 价格还是挺高的 再来看一下华为妹的40保时捷8加512g的配置哈 外观的量级这样的机器呢 在市场要9550左右哈 外观的还是很不错的 新衣的一万多块钱 这款机器的这个背面哈 非常喜欢 还是挺有费有的感觉 再来看一下华为妹的三连普罗8加128g的 这款机器在市场这种标准橙色的要3900左右哈 虽然那是去年的旗舰款的 这款机器还是很受欢迎 华为p40普罗加8加256g的 这款机器呢 其实算是个例外 这款机器的新衣价格现在呢 要7000多 而这款机器的二手呢 现在是5000左右 相比之前 没有涨价 而且还小将一对 今天主要说的就是华为旗舰系列 所以从市场拿了几台 好 今天视频就坐这里啊 如果喜欢的视频记得点赞 关注拜拜